郑玉依死得很惨,被人发现时,已经是两天之后 依着听悦的描述,郑玉依被人从枯井里拽上来时,全身腐烂,面目全非 如果不是他身边的药箱,怕是没人能认得出他的身份 叶红义对此事尤为重视,下令彻查 姚莫婉知道,谢思音已经开始行动了,这让他十分欣慰 主人,叶红义已经掌握了谢思音毒杀正御医的确凿证据,只要下潮便会有所行动 医学肃然禀报 嗯,本宫相信谢思音不会坐以待毙,再等等 姚莫婉扶着婿子的手,慢慢停了下来,轻谋威灵 就在这一时,听悦急步自宫门处跑了进来 娘娘,薛师殿出事了,得废娘娘上吊自杀了 听悦焦急回禀 姚莫婉文身微争 一侧,殷雪亦有些震惊 好事 金雪退下,听悦,随本宫走一趟宣誓殿 姚莫婉神情愉悦地割下婿子,迈步走出关举宫 刚刚下潮的叶红义,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呆愣了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 他怎么可以自杀 叶红义见眉紧皱,幽深的眸子迸射出嗜血的寒芒 自安丙山查出郑玉依的死因后 叶红义便知道,谢思音知道了一切 他在报复 既然报复,又怎么可能只杀郑玉依 他该知道,幕后指使者是谁 喂皇上,这是宣室殿太监传来的消息 不会错的,现下没有您的旨意,没人敢动德飞娘娘的尸体 现在德飞娘娘还在梁上悬着呢 安丙山俯身回禀 胡同,还不让人把他放下来 算了,朕亲自去,你快去宫门拦着,尽量偷着敦亲王 谢思音怎么死都好,就是不能自杀 叶红义眸色有黑,侯杰猛地动了两下 随后急步走向宣室殿 安丙山虽然明白皇上的意思 可敦君王的脾气,又岂是他能拦得住的 拦得好还成,拦不好,命都有可能搭上 于是安丙山随便派了个太监去守宫门 自己则随着叶红义的脚步跟了上去 姚茂晚到的时候,宣室殿内围了一众太监宫女 所有人都忍不住好奇 探着脑袋朝里看 姚茂晚则找了处僻静的角落,冷眼旁观 滚开 叶红义一声怒吓,顿时吓得这些宫女做鸟受散 就只剩下几个伺候在宣室殿外的粗屎宫女太监 战战兢兢地跪在那里,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姚茂,你为什么要自杀呀,就算有天大的委屈,只有王爷跟您做主,你为什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正厅内,月蝉蒲符跪在谢思音面前,泪如雨下,气不成声 来人,把德飞的尸体抬下来 叶红义进门一刻,只见谢思音正被一条白铃吊在正厅的房梁上 面色紫红,四肢下垂,早已没了呼吸 你们走开,不许帮我家娘娘 皇上,娘娘哪里对不起您 您又这样逼死她 月蝉悲愤地自地上爬起来,直直挡在进来的侍卫面前 双眼喷火般怒视夜红义 胡言乱语 来人 把月蝉拉出去,挣臂 在听到月蝉质问时 夜红义更加肯定谢思音已经知道一切 说到底,她还是迟了一步 如果能以毒杀御医之罪将她处死 事情倒好办些 如今也只能先杀了月蝉灭口 来个死无对症 你们放开我 皇上,你好狠的心啊 娘娘对你如何 你竟这么狠心 你丧尽天良 月蝉歇斯底里的嚎叫 发疯似的推开上前抓她的侍卫 九地正法 叶红义面色陡沉 狠力低红 侍卫文生正欲拔剑之时 突然被一阵浑厚有力的声音喝住 老夫看谁敢 女儿 女儿啊 众人闻声望去 只见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 衣衫不整地冲进宣誓殿 猛地扑向谢思音的尸体 痛哭声震得整个宣誓点都在颤抖 这个楚国的中流砥柱 同为三朝元老和皇亲国戚的邪忠 戎马一声 血骨弯肉都未曾眨眼 如今看到自己女儿的尸体 哭得肝肠寸断 气不成声 皇爷 你要为娘娘讨回宫道呀 是皇上 是皇上逼死娘娘的 见谢仲出现 月蝉顿时跪在地上 大声背后 月蝉 求要胡说 叶红义怎么都没想到 谢仲会来得如此快 更没想到 月蝉竟然疯了似的 要说出一切 如果说出来 谢思音的名声 一样毁于一旦 说 老夫的女儿为什么会自杀 她到底受了什么委屈 谢仲浑厚的声音 犹如丧钟般 乍响在每个人的心底 震得人耳膜生疼 即便身为帝王 可叶红义对谢仲 还是有些忌惮 尤其那些老一辈的王爷 亲王 多数都是随谢仲出生入死的将领 更以谢仲马首是瞻 如果不是得到消息 说谢仲病危 他也不会着急向建成和谢思音下手 可现在看来 谢仲似乎比他还要硬朗 叶红义哪里知道 这都是姚末晚的杰红义 娘娘自从入宫 皇上表面上 与娘娘相尽如宾 可实际上 不仅在这宣誓殿内 藏了葬红花 更下毒害娘娘 娘娘一心一意 想要为皇上诞下子嗣 不知喝了多少补药 费了多少心思 结果 娘娘想不通 这才生无可恋 王爷 娘娘死得不甘心呢 月缠匍匐在谢仲面前 痛哭流涕 葬红花 下毒 叶红义 你岂有此理 谢仲白眉紧重 双目冲斜 转身便欲冲向叶红义 却被周遭的侍卫硬拦了下来 大胆月缠 你竟然敢诬陷朕 朕何时给德飞下毒了 这房间里又怎么可能有葬红花 都是德飞 王府的李大夫曾偷偷为娘娘诊断 娘娘不仅重万幸毒药多日 更因为长期吸食葬红花气味 再也不能生育 月缠力声高喊 旋即自地上站起来 大步走进内室 将那张紫檀方桌拉了出来 之后 在所有人面前 抄起椅子 砸断桌腿 由于重力撞击 那藏在桌腿里的葬红花粉末 猛地喷溅在空气中 一股浓浓的草药味 充斥进每个人的鼻子 皇爷 这就是证据 娘娘临死前 还跟奴婢说过 是皇上忌惮谢家的势力 所以才不肯让他怀上龙肿 娘娘还说 还说为了成全皇上 可奴婢怎么都没想到 娘娘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娘娘 您怎么舍得扔下王爷 怎么忍心扔下奴婢呀 月缠歇斯底里的哀嚎 眼泪滚滚而落 月红义 你就这样对待老夫的女儿 这样对待阴阴 老夫今日定要为女儿报仇 谢仲拼尽全力 想要甩开前顾在身上的示威 或许是太过激愤 谢仲只觉眼前一黑 整个人怦然倒了下去 就在谢仲倒下去的一刻 只见五道光闪般的身影迅速出现在谢仲周围 将那些侍卫阻隔在外 你们是谁 叶红义本想在谢仲昏迷时置他于死地 也好一鸟百鸟 却没想到谢仲竟还带了人来 我等是敦亲王府的隐蔽 只效忠敦亲王 和一人说话间 已然将谢仲抬了起来 身影斗闪 还没等叶红义反应过来 已然离开玄石殿 岂有此理 简直大逆不道 叶红义到底是君临天下的帝王 被人如此无视 怎能不令他火大 此刻 叶红义的幽谋 滚动着浓烈的咬黑 目光直直射在月蝉身上 来人 将月蝉拖出去 临时处死 叶红义几乎咆哮道 月蝉心知 自己的使命已经了结 死也值了 就在月蝉欣然赴死的时候 阴血一个闪身 便将月蝉自宣室殿救了出去 放了 都放了 把谢思音的尸体扔去乱三岗 现在就扔 叶红义发飙了 两个大活人 就这么在他面前被人救走 帝王的威严荡然无存 他怎能不及 尤其是与敦亲王决裂 这让他自心地担忧 角落里 姚莫婉微微点头 这场戏足够精彩 他十分满意 谢思音当真是如此可娇言 这一招狠呢 就在姚莫婉转身运回官居宫的时候 赫然看到姚素兰正用一双豹子般忧虑的眼睛狠狠蹬着自己 这是你的阴谋 整件事都是你策划的 对不对 姚素兰满身力气 低声质疑 是啊 都是我做的呢 你快去告诉皇上 正好他在气头上 说不定真会下职宰了我呢 姚莫婉英虫威扬 摇曳着走到姚素兰面前 纤长的眸子眨了眨 继续倒 不过呢 皇上会不会信你的话 这就难说了 别偷鸡不着十把米 我差点忘了 二姐现在是傻子 皇上该不会听一个傻子的话吧 你策划这一切的目的 就是让皇上与敦亲王决裂 姚莫婉 你恨皇上 姚素兰狠等着姚莫婉 声音狠力如锥 哼 二姐若有证据 就去找皇上 莫婉没功夫听你废话 姚莫婉脸了眼底的细血 旋即转身 欲绕过姚素兰时 却被其一把拽了回来 姚莫婉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你到底想干嘛 姚素兰激进崩溃的低后 下一秒 却被姚莫婉反手扯住衣领 哼 你对大姐做过什么 莫婉就要对你做什么 姚素兰 人在做 天在看 你以为自己做的那些事 没人知道吗 姚莫婉栖身至姚素兰面前 清澈的眸仿佛千年不化的寒冰 看得姚素兰浑身颤抖 不可能 你不可能知道 除非姚莫婉 喜死回生 否则 没人知道那些事 你骗我 你是骗我的 姚素兰面色煞白 猛地推开姚莫婉 脚步亮枪着 跌倒在地 当然是在骗你 你和大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婉儿怎么会知道 看你吓成这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白天撞见鬼了呢 姚莫婉忽然扬起惊世的笑脸 眼底又滑彩一出 姚莫婉 本宫和你施不两立 看着姚莫婉盛气凌神地站在自己面前 姚素兰几乎发狂地怒吼 她可以击败 睿智沉静的姚莫婉 没有理由会输给一个白痴 唉 在豆香兰害死我母亲的那一刻 莫婉就已经和你施不两立了 姚素兰 本宫等着你 姚莫婉的轻眸 透着凛冽的寒气 瞳孔隐隐散着幽芒 如野兽盯准了猎物般 让姚素兰自心底发寒 姚莫婉走的时候 注意到了暗处的人影 却也不以为意 浩瀚的苍穹 繁星点点偶有云过 遮住了如沟的上弦月 大地一片朦胧 一片沉寂 黄城东郊的破庙内 烛火忽明忽暗 映衬着两张泪痕斑驳的容颜 贱臣 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你知道 在看到你倒下去的那一刻 我有多心痛 我真恨不得跟你一起去了 如果不是月缠 我 谢思音无法形容自己彼时的伤心欲绝 泪水肆意横流 粉泉狠狠捶打着剑臣的胸口 这便是谢思音醒来后的第一反应 我知道 我全都知道 思音 对不起 是剑臣不好 剑臣发誓 从今以后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剑臣轻抚着谢思音的血尖 任由他锤打着自己 心却无比欢愉 从没有一刻 他会如现在这样轻松 正如静心所言 他们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远走高飞 从现在开始 这个世上不再有剑臣和谢思音 有的只是两个真心相爱的无名事 你再这么打下去 他的伤口怕是要裂开了呢 清月的声音悠然响起 姚莫婉如天降般出现在破庙内 脸上依旧蒙着黑沙 啊 剑臣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没事吧 被姚莫婉这么提醒 谢思音恍然垂眸 刻然看到剑臣胸前有血渗充 没事 只要你在我身边 剑臣怎么都没事 剑臣说话间 将谢思音紧揽入怀 仿佛捧着西式珍宝般呵护备至 唉 你们两个好歹也看我一眼吧 再怎么说 我也算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呢 看着剑臣与谢思音 旁若无人地腻在一起 姚莫婉多少有些羡慕 剑臣 寇谢恩怨 徐氏意识到自己失态 剑臣不舍得松开谢思音 单膝跪倒在地 一侧谢思音虽未失礼 不过眼中一寒感激之情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有什么动机 如果不是你的介入 我与剑臣早就死在叶红一的阴谋之下 如今我已假死令父王与叶红一决裂 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办到了 而你也没有失言 原则上我们只是交易 我并不欠你什么 但思音仍心存感激 多谢 谢思音说话间便欲叩拜 却被姚莫婉双手掺起 正如你所言 静心得了自己想要的 你并不欠静心什么 所以这个礼 静心受不起 不过 有人受得起 你懂得 姚莫婉似有深意 看向谢思音 眼底柔光 温和如风 感谢思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